今天我想講一些有關於類似倒貼的這些行為 比如說啦最近有人貼一個新的網站給我叫做CNTOBE CNTOBE 我點進去之後發現我所有的影片都在上面 然後這也不是我貼的 點進去看了之後還有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他把所有的影片都去頭去尾了 這是要吃嗎 去頭去尾意義是什麼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轉貼你的影片對不對 是在幫你打廣告在幫你宣傳 把你擴散到比如說對岸 他沒辦法看Youtube然後就能 間接幫你宣傳能夠接觸更多人很多的曝光率這樣子 既然這樣子那你為什麼不通知本人一下勒 為什麼要去頭去尾勒 去頭去尾是什麼意思啊 同衛兵嗎 你把東西偷走了 你把他全力拿走了你還要把他的人殺掉 看影片的人就永遠都不知道說 這個影片是誰拍的對不對 純粹就是幫這個 這個影音網站在撞一些曝光率跟廣告率而已 然後這個情形也已經很久了 除了 偷遊戲影片之外還有很多 今天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中文翻譯 中文翻譯 中文翻譯這個行為喔 我覺得 在現在Youtube有CC字幕的情況下 中文翻譯你自己 比如說你下載我的影片 然後自己加上英文字幕然後上傳 然後沒有跟我告知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偷影片的情況啊 真的呢 你不能說寫什麼 學術交流然後就自己私自上傳呢 這個影片不是你的呢 可是有些人就覺得說 喔我在服務大眾這樣子 自己開一個頻道 自己把霹靂派影片丟上去然後丟中文字幕這樣 然後下面就很多人就說喔感謝某某大大 翻譯中文字幕能夠讓我們看得清 看得了解這樣子太棒了 太棒了這樣子 那實際上這個 這行為不太對吧 霹靂派沒有同意你 做這種事情對不對 這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扭曲的情況啦 然後這個中文翻譯 跟剛剛我一開始講的CNTube 我覺得這個行為是差不多的 真的差不多的 你如果要做中文翻譯對不對 你就直接去原作者影片 CC字幕那邊可以編輯啊 他影片有的 他有開放字幕編輯你可以編輯 沒有開放的你就算了嘛 那你要你幹嘛每一部都要翻譯了 又不是你做的對不對 那就很多人 粉絲 你突然有天不翻了他會跟你講說啊 這一定是阿金在攻擊你啊 叫你不要翻中英文影片所以你不翻了對不對 啊我們一起去攻擊阿金這樣子 這不是就本末倒置了嗎 而且 而且做這中文翻譯或者是 貼別人的影片啊 像剛剛那個一開始講的 不管什麼影音網站啊 CNTube什麼 微博啊 PPS都有了啦 什麼愛奇藝啊 上面都可以看到 阿金的影片 靠杯 這樣要看的人都不知道這是誰的 這樣對嗎 而且做出這種行為目的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啦目的很簡單絕對不是為了什麼 幫你宣傳 也不是為了 推廣 推廣英文的影片 不是 純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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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而已好不好 我說真的 除了這些刀片的行為之外 還有一些 平常我應該都有差不多 多多少少都有講到啦 比如說hater好了啦 hater我今天就 稍微自自自自自個人覺得啦自我解釋一下 比如說啦很多人看完攻略影片之後對不對 他就會去各個遊戲實況主的 留言 留言區留言 或者是他去他的直播台留言 然後依照他看攻略影片的 過關的方式 然後在那邊跟你講說啊這邊應該怎麼做 這邊應該怎麼過 那邊應該怎麼跳 那邊應該拿什麼東西 你如果是好意提醒就算了 但是你如果是使命的要操縱實況主說 啊你應該去那邊 一定要去那邊 一定要去那邊 這樣子的話 這有什麼意義勒 你就這麼想要 這麼想要展示自己 知道的知識這樣子嗎 可是你的知識也是別人那邊看來的啊 這個情形可以套用在一些 瘋狂粉絲上面 今天我跟 比如說我在班上或者在公司啦 旁邊有個人 我跟你講喔我今天看過那個某某人的影片喔 他的講了什麼梗 好好笑好好玩喔 啊你沒看過 這種優越感 不是建立在自己的 工作成就 或者是 家庭成就 不管什麼成就上 都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就上 這種是有點像 借雞毛當令箭有沒有 別人的成就然後你拿來加在自己身上 然後變成自己的優越感 再去 再去說教別 對別人說教這樣子 這種情形好多喔好恐怖喔 因為年齡層比較低的一些觀眾或粉絲 通常都 通常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就是自己的想法會比較 比較 薄 淡薄 自我想法比較淡薄 不會去 自省 自己的自 反省的省 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我看 我看見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要用 科學的方法 這樣講不知道 反正簡單講就是用科學方法去 對的我也要接受 壞的我也要接受 然後去 反正說 他是為什麼是被對 是對的 或者是為什麼是錯的這樣子 但是現在我覺得現在一些比較年輕的一些粉絲觀眾 對不對 都沒有這種 都沒有這種 都沒有這種能力在欸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可能還沒開竅啦 還沒開竅吧 我覺得今天重點就是 影片倒貼啦 還有 無段轉載啦 好不好 不要為了 不要為了這種東西 然後他媽的一直一直犧牲自己的 品德良心 好不好 為了這種東西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媽的 所以我說 賺錢真的很簡單啊 你只要犧牲自己的良心 割掉自己良心的一部分 你就有錢賺了 問題是你要不要而已 對不對 然後你做了這種犧牲良心的事情 別人 對你說嘴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傳聞出來了 你是有什麼立場去反駁別人啊 因為你就是在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啊 對不對 先講這邊啦 好不好 下次再說吧 下次看看還有什麼 奇妙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可以拿出來稍微 稍微談論一下這樣子 不要說我在散發負能量好不好 這怎麼會是負能量 這是正常在想一些事情 比如說 幹我被盜騙了 然後我說出來 這也是負能量嗎 不是吧 啊中文翻譯 雖然不關我的事 但是看著人眼裡 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這種感覺啦 好不好 先講到這邊啦 好不好 有瞬間 有瞬間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